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当我天赐哥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有感而发 异性只是为了传动接代 而同性才是真爱 有一天他家邻居出门遛狗 然后我天赐哥就跟在后边准备跟他表白 但由于不确定他是不是gay 于是表白的方式非常的委婉 是这么说的 我可能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我不太喜欢女孩 这个时候只见那个复读生高兴的大喊道 你也喜欢哈士奇啊 就是这么回事 当时我天赐哥可以说是非常的尴尬 后面的事就不说了 不说了 好了 那么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咱们继续来喷电影 不对 是吐槽电影 这时候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们已经饥渴难耐了 哎呀 大应评价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又是哪部片子啊 没错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一部网络大电影 自胜兽之幽魂还愿师 好 观众朋友们 听一听这个名字就非常的霸气 非常的霸气 自胜兽幽魂还愿师 又是一部中国式科幻大片 还是那个套路 还是那个味道 还是那个配方 网络大电影该有的镜头 本剧应有尽有 什么大腿啊 大奶啊 二奶啊 小三啊 sm啊 不过最让我惊喜的是本片印证了那句古话 不是谁给你一瓶燕京 他都能伴你勇闯天涯 啊 是 是燕京是雪花 我忘了 反正都是啤酒 啊 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女主角开着保时节来到了夜总会 进入之后 所有人都拼拼打招呼 刚开始我以为她是本店的头拍小姐 后来才看明白 原来她是一瓶哈批春生就能嗨起来的富二代 然后一群人就每人拿着一个酒瓶子 在KTV的包房里听着不知名的曲子 随意而轻盈的晃动着自己的身体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咔嚓一声 两小忙流的破门入 进来就拽着一个小子的脖领子 二话不说就开始扇大嘴巴子 这时候富二代坐不住了 干啥这么不给面啊 对不 上来就咔咔杀我男朋友大嘴巴子啊 最后富二代慷慨解囊 最后提出了一个让我都心动的游戏 啊 那就是杀你大嘴巴子 一万块钱一巴掌 然后万万没想到的是 女主角出门就被一亮五星红光撞死了 有钱人的世界 岂是儿等凡人能懂的 我这一次也得吃兵力撞死啊 就算五星灵光把我撞飞了 我也得爬起来在风中等兵力 当然我们不知道的是 死了以后鬼还可以换衣服啊 女主角死前穿的是屌皮 啊不对 是貂皮大衣 而被五星灵光撞死之后 却换上了皮衣 这么说来 做鬼好像跟正上人没啥区别啊 下面来说说我们本剧的主角啊 本剧的主角呢 叫做陈伯啊 没错 陈伯 每一部网络剧的主角名字 一定要霸气 什么陈伯啊 杨伟啊 肾虚啊 反正都离不开裤装里那点玩意儿 此镜头是本片唯一的特要镜头 啊 没有错 就是水泥墙着火 后来因为大妈的激将法 主角英勇的冲了进去 拯救了大妈的微波炉 从那以后主角变得拥有了特异功能 一双能看见鬼的眼睛 啊 没错 也就是我们民间苏庚的烟羊眼 他白天的职业是烧死人 晚上的职业是帮鬼还愿 啊 没有错 就是帮鬼完成他生前还没有完成的愿望 男主角帮女主角完成生前愿望 帮其找到初恋男友 但是当男主角找到初恋男友的时候 一切都变了 老公 谁呀 不是 你神经病了 到我家捣什么乱 走走走 虽然我不记得凯西是谁 但是我觉得咱俩的关系 现在倒是可以开始 而帮男二号完成心愿的时候也不是很顺利 所以男主角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够升任这个职业 最后在中轨的劝说下 男主角终于答应再试一次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死后的女主角又换了一套衣服 我靠话说你死都死了换衣服还换得这么勤 你他妈当这是百变大咖秀吗 我们本剧的男主角是个内向的屌丝 但是却爱着一个拥有三个粉丝的影视大腕陈灵烈女神 然后我发现这个叫陈灵灵的人演哭戏的时候 跟我天赐哥尿尿尿物出来时候的表情很像 没错就是这个表情 虽然我发现本剧内容跟本片名非常不符 我非常期待的丝寿也没有出现 不过会论师还勉强沾边 但看到最后我还是默默的给本片点了个赞 说实话 本片可以算得上是网络大电影的良心之作 好了 那么本期的卧槽大片就到这里 喜欢卧槽大片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打赏按钮 多多支持我们 或者加入片尾出现的粉丝群 参与每期的节目互动 您就要有机会获得由本节目组 为您提供的苹果笔记本各一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